对不起 我先开个玩笑 因为这真的是我穿过最难控制的衣服 为什么 因为我的衣服一直在反射灯光过去 所以你看到了吗 所以一直会一直会真的闪到我们 你看你看看到闪到声音现场团老师 我现在只有一句就是你相信光吗 就是好难过 我就一直在让这个光尽量在没有人的地方停留 就当我就只能这样 那这样我会很丑 就好难过 讲实话 我的第一句话也是要讲 我几乎要被你那个护心机给黄死了 闪瞎 对 我控制不去我积极啊 言归正传说过这首歌 刚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我就想说其实这个改编是非常非常难的 对 它难度一是它的反拍 二就是这首歌的国民度非常之高 我们大家对这个旋律的这种节奏的影响是非常重的 如果你要想唱到这个新编曲里面 是非常难的 很有可能唱着唱着你就唱出来了 而且中间有那一段 刚才海璇哥也提到了 就是连拍的那个演唱 我甚至想观察细节 我想把那个图片放大 你们有没有气口 这个没有喘气 唱了多少个字 实质是多少 唱了多久 没有数 但是我们是故意不喘气 对对对 15 16秒 20秒左右 一口气16秒 如果要是说15 16秒 而且是在这样的一个音高坚持唱的话 我觉得唱完了一定会眩晕的 很简单就缺氧 我刚刚有一点眩晕 唱完 我觉得今天二位又把我们这个舞台的难度 又做了一个提升 我觉得非常厉害 就是我们之前这个舞台没有见过的一种表演方式和形式 我觉得非常好 谢谢 布瑶 你好 早有耳闻 早知大名 然后因为我们也同时都是幕后音乐人 所以今天的你能够站在这里 我们做幕后的真的为你感到骄傲和开心 然后像深深刚才 我很感动的是 她一直在介绍你 通过她的能力 让更多的人知道刘凤瑶 有刘凤瑶这张专辑 我也参加过一些节目 譬如我早期我在台上弹钢琴啊什么的 海权哥就会说 啊 崔滴 崔滴 她会留下来 就特意要讲一下这个音乐人是谁 彬彬老师也曾经在我们06年刚来北京 我们就有过接触 她就 她就说 崔滴来 我们一起做专辑 我要让你们这些音乐人发专辑 我要让更多的人听到 今天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 你们艺人身上的美德 感谢天赐的声音 让更多的音乐人来在这里唱歌 谢谢你们 谢谢泰老师 我们把掌声送给刘凤瑶 送给周春 谢谢二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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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